两条平行线 5x-12y等于14 与-15x加36y等于36之间的距离为和 好,那在这边这两条是平行线 因为它的斜率是相同的 这里的斜率呢 第一条线的斜率是5分12 而第二条线的斜率呢 是-的36分之-15 好,负负得正再用3来约分 所以这两条直线的斜率是相等的 但是在这边因为我们的系数倍数不一样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带公式 好,那我们呢 就把后面的这条直线 把它做约分的动作 -15x加36y等于36 我们两边呢都除上-3 好,我们除上-3 好,这边呢就会变成5x 这里呢就变成-12y 而这里呢就会变成-12 好,那这两条平行线 我们就可以来做公式了 5x-12y 我们把它写成一般式 所以14呢一向过来 -14等于0 而第二个呢 就是5x-12y 好,一样的我们把常数向一向过来 所以加12等于0 好,那我们就要来代公式了 两条平行线之间的距离会等于根号 直线的系数平方和 所以5的平方加上12的平方 好,那分支绝对值 把常数向拿来相减 -14减掉12 再加上绝对值 分母的地方 5、12、13 是我们常见的直角三角形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写13 再来分支的部分呢 -14减12 是-26 加上绝对值 就变正26 好,那我们约分 我们的距离就会等于2